脉性肾脏病是个隐形的杀手,在不知不觉间就夺走了你的健康,有些人在刚发现的时候就已到了尿毒症,有些人因为不了解病情,不重视治疗,滥用药等原因,导致从肾病早期一步步走到了肾衰竭的地步,与刚开始发现尿毒症相比,因为自己的大意和疏忽而导致病情加重,发展至尿毒症,更让人感到可惜的,也更不应该发生。 19岁的王然就是因为不重视治疗导致了尿毒症,他在上高一时查出患有慢性肾炎,休学治疗半个月后,病情好转回到学校继续学业,由于平时课越多,任务重,他期间有过恶性,暴吐,头晕的情况也没跟父母说,后来复查尿蛋白复发,用药后治疗结果却不是很理想。 王然妈妈很着急,大厅哪里能治疗这个病,精轻去介绍了解到医老中医有个偏方能消蛋白,拿了几服吃了后检查蛋白血实下降了,前后大约连续吃了一年的时间才停药,直到王然上大学后也没有去医院复查过。 大医刚开学没几天,他感觉浑身没劲,药业里还有大量泡沫,正好赶上学校体检,医生告诉他要常规异常,赶紧到医院检查,结果,尿蛋白分,血基干1026,确诊为慢性肾衰竭,尿毒症期,他不得不开始接受中医排毒和透析治疗,恍然病情加重并不是偶然的,没能够把握住治疗机会有关键的两点问题,一,有症状不在意,不定时复查,不了解自己的病情。 这三步是肾病患者治病中最大的忌讳,因此当患者出现下面六种症状时,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做检查,抓住治疗机会,一,刷下肢急眼面部,远检部水肿二,大量蛋白尿三,浑身疲乏,快卷刺,尿血五,高血压六,恶心,头晕,呕吐二,轻易相信偏方,却没坚持正规治疗,将患者治在危险中,近年来因为滥用药物或吃所谓的偏方,引起的病情加重的案。 这三步的案例很多,偏方一方面具有迷惑性,可能一时有用,但根本不能除根,从而耽误病情治疗。 另一方面,没有科学依据,其中的一些不明成分如果带有肾毒,不仅不能治病还会加重病情,得不成失,因此肾病患者及家属要有良好心态,不要一味的追求指标的下降。 要看整体的肾功能恢复,找正规的专科医院进行检查治疗,并按要求电器复诊,随时掌握自己的病情电话,来避免出现无可挽回的差错。 如果你有肾病方面的问题,可点击了解。